马铃薯和茶树建种 海马公茶园的特色 马铃薯和茶树建种 这都采过的 这个裹掉的是啥呀 这些 这个是辣椒 辣椒杆 这都采过了 这个是老瓶子 几下的草全部就是残掉 残掉然后做玉米 这里边还种玉米啊 对 种玉米 好 是装在这个里边 这是装在里面 这里面有太阳 有太阳的都要制住 有太阳就会怎么样 这太阳怕熟到了 哦 怕熟啊 嗯 平常大众盘过来 所以你折下来 你都抓着他们的 都给你这个茶做这些 都安恨 就是这个茶叶 只是说这个茶叶品种好 这个茶叶品种好 嗯 你们家 你们家是 这个茶树 原来是老人传下来 啊 做茶叶 所以老人家也传下了嘛 它是百多年了 自己有茶叶都有的 这么租我 这些是后来种的是吧 后面种了 后面种了 后来种了也有二三十年了 原来 Battle art 我的衣服兜里随时都是有茶香味的 他不知道我随时都拿衣服的兜来穿茶叶 这片茶园有据说有100多年的历史 但是这个传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因为这个茶树种子从哪来的谁也说不清 但是它现在这个茶树的生长高度大概有一米八左右 因为我是一米七二的身高比我还要高出一些 我们来看看它的茶树根是砍掉了又长长了又砍的 90岁的老奶奶还在山上采茶 奶奶 奶奶 奶 有谁要采放你 采放你 奶奶你今天90了 我追 他我年纪很大了 我年纪很大了 他我年纪是89 89 你还出来采啥呀 今天采了多少 还不错啊 待会回去单独奶奶采的单独草 奶奶采的单独草 奶奶采的我们单独草 是吧 奶奶采的单独草 他们采放的 我们俩知道以前你煮茶老公 你不晓得 你以前煮茶上做些 我都不晓得 这是多不好 然后大多数的话 其实老苹果应该都是这样上面的 因为以前这下边是很小于茶水 明天早上我们俩西小 他们做出来的茶叫什么名字 它不是叫毛街吗 毛街 那就是海马公毛街 这个里面都是老茶树 都荒掉了 第一批来种茶的 已经去试了 这些都已经 这里爷爷他们种的 嗯 我爷爷他们种的 因为不去修剪 不去那个 它发芽肯定就比较少 嗯 我现在变得像藤条一样的 这就是砍 砍掉它才会发心思 还有心芽出来了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它不应该是这样砍 砍了很可惜 印度的那种是 那种了一段时间 就给它全部烧掉 烧掉然后再什么 再重新重 重新种 重新摘 重新摘 所以我还拿个泡子 把你也吹了 哇 嗯 你吃完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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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认识学茶做是跟谁做绿茶跟谁学的呀 这个其实我这样还没人教 都是自己学的 看人家做完 然后就自己来学 厉害厉害 这完全烤废火那样 一刷灵巧的手 炒糊的手 真的是草米香现在 挺好喝的大会出来 神操作你要找提醒啊 我不知道你啊 好一会儿我们喝明粥 谢谢 che�를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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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